税收的变化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 刘首刚老师的中国财政史实六讲 本以为是本很枯燥的学术书 但是 看进去之后 才发现别有洞天 这本书颠覆了过去我们对财政税收这个话题的基本理解 过去我们总觉得 财政税收 就是政府从民众手里提取财富 重要的话题 无非是三个 第一 税收多还是少 不能收多了把老百姓逼急了 要轻摇伯父 第二 政府怎么收 才能更加公平和高效 第三 收税的过程中 怎么避免腐败 你看 这三个问题 都是政府该关心的 老百姓的心思从来一样 能少收就少收 最好不收 至于那些政府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顾问呢 但是看了这本书才恍然大悟 税收 不仅是一个单向的政府收税的过程 也是一个反向塑造政府的过程 说白了 有什么样的税收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税收 不仅是一个全民该关心的话题 而且也是民间社会参与国家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道理 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到底有啥区别 传统的农业社会 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土地 土地无法移动 也难以隐藏 民众逃避税收的可能性就很小 于是我们便看到 农业社会政治的压迫性要比工商社会严酷得多 因为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政府来说 征税时固然也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 但是只要政府拥有足够的武力 民众就得老老实实的缴税 反过来说 这种收入来源也促使政府把执政重点放在确保武力优势上 那当然就是严酷的压迫性社会 而反过来看那些工商业社会 工业 商业创造了大部分财富 政府要从流动资产上征税 比从土地上征税就难多了 因为民众隐匿流动资产的手段多得多 征收商业税 政府的武力虽然也有用 但效果要大打折扣 实在把商人逼急了 要么跑掉 到别处做生意 或者干脆少做生意 因此工商社会政治制度的压迫性就小得多 协商性 开放性要强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度建设 就会豁然开朗 比如 议会制产生于英国 过去我们从文化 政治观念等角度来解释 但是从税收的角度也能解释 因为英国靠商业立国 政府税收主要来自流动资产 当政府需要更多钱时 比如要和法国人打仗了 仅仅依靠武力强行征收 很难扩大收入 增加税收必须取得民众的支持 至少是默认 于是 吸收工商业代表进入政府 直接参与税收法案的制定和执行 就成了水到渠成之势 不过这样一来 议会就拥有了制约国王的权利 亦会制在国家落地生根 所谓无代表不纳税这种 看起来很先进的观念 实际上不是什么制度优越性的结果 根子是在税收方式上 有了这个基本观念 其实我们就获得了 看历史的另外一个工具 比如 为什么中国从清末开始 国家也开始了现代化过程 有了很像样的工业 但是社会建设就是不行 一直到1949年 农村社会的变化实际上不大 为啥其实也可以从税收来源上找原因 清政府后期 主要税收增长是来源于海关 一度达到了四分之一 你想在农村收税 那个成本多高啊 就算没有抗税 仅仅挨家挨户把税收上来 就是一个耗费巨大的工程 但是海关就不一样 在港口是一个衙门就行了 数额又大又稳定 只要国家贸易在增长 税收就在增长 国内缺乏海关专业人才 清政府干脆聘请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 无私 过去我们总说 赫德一个洋人担任中国的海关总管 这是丧权辱国的表现 但是你想 赫德一干就是半个世纪 和清政府上上下下关系那么好 这恐怕就不是强加的 而是朝廷自己的需求了 表面上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往深一想 关税的特点是征收简单 对国家整体社会环境的依赖不高 政府只要能确保主要进出口岸的正常秩序即可 不需要建立复杂的财政机构 不需要对经济进行有效管理 也不需要健全和完善国内的公共设施 那怎么可能花心思搞内地农村地区的建设呢 民国之后 这个现象就更明显了 国民党政府 它的主要税收来源是江浙的工商业和上海的海关税收 对内地的治理可有可无 所以 当然就把广大的农村地区让给了共产党去经营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国际上的例子是19世纪的拉美国家 当时 关税收入占拉美国家收入的一半以上 比清末的中国还要高 这种收入结构 不但造成拉美国家长久贸易保护倾向 还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制度建设的严重不足 这些弊端延续至今 严重阻碍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从税收这个视角 也可以理解现在很多国家的现状 比如如果一个国家主要靠寻租型收入 就是指那些不依靠生产 而是通过特殊资源获取的收入 比如中东国家依靠出售石油获取收入 这对国家发展的危害尤其明显 经济学家称之为资源诅咒 特殊的自然资源是先天形成的 和国内制度建设 市场环境 人民素质等等都没多大关系 政府只要严密控制这些特殊资源 就可以确保收入源源不断 自然也就没有兴趣去做艰苦的国内制度建设 这种国家 短期内收入会很多 甚至能给老百姓发很多钱 但代价是国家制度长期不上正轨 社会潜伏着各种危机 国家和人民之间 没有互相制约 互相促进的共同激励 国家的认同感 整体性都有很大问题 税收本是国家大事 对我们个人来说 分析这个问题的启发 是了解一个重要的规律 收入来源会反向塑造组织的行为方式 就拿公司来说 公司也是一种组织 它也是被收入方式反向塑造的 比如 靠牌照挣钱的公司 最重要的是保住那个牌照 至于人就无足轻重了 不管他怎么高喊重视人才 你都不要信 一个想发展的人 要离这种公司远远的 一些大型制造业公司 主要依靠特殊的 昂贵的设备赚钱 一个人在这种公司里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你能合无绑定 比如熟练掌握操作专用设备的技能 设备和技术一过时 人的价值也就消失了 而在那些主要依靠人来赚钱的公司里 个人的重要性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就要广阔得多 当然 同时对员工个人的要求也高得多 最典型的是律师事务所和各种创意类公司 他们的老板说尊重人才 那才是一句掏心窝子的真话 一个系统对人的态度 对制度建设的诚意 实际上在他决定怎么赚钱的那一刻 就已经定下来了